我想借些說話 因為我們off mic的時候 我又不能夠說我是在說我的apparator 因為我都沒有屌他 而是我的角度來說 但是我認為 無論如何 做事是一定要精益求精的 可能我 比如你老闆或者上司 對你的工作不了解 但是你自己有沒有精益求精的心事 如果我跟大家說 我每晚在這裡 我給你到今時今日 星期六日是做到兩三點 朝朝回來吸塵 執場是我 我從來沒有叫過任何一個人做 你以為我有沒有能力有沒有財力 他叫過請我姐姐來呢 需要不需要呢 當然我是有的 但是我覺得 沒什麼所謂 回到來就做一下 我相信你也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一件 盡量 不是一定做得到的 但是沒有盡量將那件事做好的心 你就只能夠永遠淪落在你的層面 是有很多限制 譬如你無限的要求 要求就是推你向前走 的唯一 的唯一的路 不然你永遠會滿足的 如果我滿足的其實我用什麼需要出來這裡做呢 為什麼我不是在MITHK這裡做呢 是要不斷向前走 向前走 任何改變 我告訴你 只有愚蠢和失敗的人才害怕改變 為什麼我是這麼看不起很多朋友 不是因為他們賺不到錢 不是因為他們不敢推翻這個 共產黨 是因為他們連改變的第一步都不願意 這一刻才是大糟糕 就是我們自己都經歷過那件事 譬如我那份工作打得很過癮 屌你老闆只不過是可能叫你 不如試試轉 朝 九萬五啦 不要轉朝八萬六啦 或者朝九萬六啦 不要朝八萬五之之之 你已經起降了 那你怎麼搞呢 你都沒有試過 當然未必一定有才可以吐入我 因為未必是直接聯繫的 我只不過想說 每一個人在每一個事業裡面 好像我上個星期 現在有旅遊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準備給我了 但是我已經對他介紹給我的suppiner 是完全失望到爆 而我事實上 在介紹完那個商品的第二天 已經有人親自上來要買東西 問東西 到現在是沒有人follow這些東西 你叫我怎麼給他生意去做呢 然後求我給他生意去做 不要說求啦 他希望跟我合作 那你是不是很想不意呀 還是在外面的生意做得很想怎樣呢 那你賣到市場上也就是 你可以不和我開始的 你絕不能夠我只不過是要求你給我的古本 電郵 我 你的產品的 Quotation 或者information 是十一日都未給到我 我中間還有跟他打個電話 娶了他 行行行行行 然後解釋就是他做事比較厚 我是不會跟這些人做事的 即使他能夠大脅我發達 也可能這個原因我無法發達 即使他是李嘉誠 我都不能掛你了 你說過也不是的 如果說過也不是的 就沒有意思了 而這些東西不是我迫到你很難的 只不過是你給我一些資料 我做好一些資料 因為我都需要準備好一些資料 或者研究一件產品的 但是香港現在就充斥著這些人 然後就說 你可不可以打壓我 那些租貴 這些是什麼人呢 這些是失敗者 是懦夫 可能是難聽的 是懦夫才這麼做 如果不是 你真的做足料給別人 事不如我 有時候就沒辦法了 你不算是 我不是叫你做什麼 給我一些資料 12天 數下不算 你說出來做世界 你做得好 我真的什麼想都可以 因為你的客勢 你也不要打算 start up business 對吧 好了 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了